市長有跟蔣市長來討論台劇方的事嗎 其實我跟你講喔 我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點 為什麼你們不敢開臨時會 如果是你坦蕩蕩 或是說你很誠心檢討 就開臨時會嘛 對不對 把萊龍去脈講清楚 第二點 最關鍵的題目 為什麼柯文哲編的預算是4.6億 到你講話呢 實在才隔一年變成5.5億 多了9千萬 這兩個問題要先回答 好 這故事是這樣 我當台北市長八年 總共只有兩次去議會複議 一個是重陽性老 我想這大家要理解 第二個就是 這個 議會在這個 台志光的傳輸的費用 加一個單書我提複議 只有兩件 你想想看喔 複議在議會是多等重大的事情 沒有特別理由 行政單位不會去提複議 這故事是這樣 台北市有一萬多隻的這種攝影機 那 我們在 其實喔 當時喔 就有議員在施壓 那前任警察局長 他也覺得壓力很大 後來我跟他講 好 那不然這樣 我來扛 所以當時是我跟當時的陳志明秘書長 我們兩個自己跳下來到警察局開專案會議 把4C公司全部都找來 後來證明就是說 其實絕大多數的狀態下 2MB傳輸速度就可以解決 因為科學在進步 軟體在進步 所以不必需要用3MB的傳輸速度 那麼這廠商為他多賺點錢 就去施壓 議會說能不能用3MB 不用2MB 那後來我也說 做事喔 合理就好 所以我當時說 那這樣好了 我們用最寬鬆的標準 然後警察局就每一次攝影機去測 如果真的他在傳輸上有time lag 或是說影像不清楚 這些攝影機用3MB 其他如果2MB就可以解決 那就繼續用2MB 所以在我任內 你知道 我當時的攝影機 使用3MB只有23% 77%的用2MB OK 那今天的問題在哪裡 你知道 就是貪心 他就想要再賺更多 所以希望100%的都用3MB 就只有這樣 講完說 匯率是我定的 我跟你講 我只問一個題目 匯率是我定的 為什麼我的預算是4.6億 到你的預算是5.5億 這才是關鍵嘛 因為你們就是要把2MB 從那個23%的3MB 改成100% 全部用3MB 就是這樣 故事就這麼簡單 政治上是這樣啦 如果合理啦 講得過去 大家都也願意給議員面子 大家都願意幫忙 今天這個案子為什麼會爆出來 就是一定是太過分了嘛 然後搞到有人去密告 我跟你講 不然檢調拿來的什麼影片 一定是有人看不過去 去收集資料去密告 故事就這麼簡單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沒有人敢保證每一個機關 不會有貪圖 沒有腐敗 我想是這樣啦 所以一流的外科醫生 手術死亡率也不是0 但是比較低 今天這個事情就是 拿出來檢討就好了嘛 不要再東扯西扯 有本事 開零時會 讓每個議員上來問就好了 好 哈 我跟你講 看不慣的議員很多 我跟你講 這個案子 台北市議會有兩個議員最清楚 一個林世仲 一個是黃世堅 我跟你講 你們去問黃世堅 他很少贊成我的意見 只有這件事情 他是贊成我的 所以跟大家講 我當台北市長 我最後一份公文寫什麼 財團勾結議會 詐許國家錢財 我的幕僚說 市長 你一定要寫得這麼難聽嗎 我說 一定要留下來 不然他明年不知道搞什麼鬼 我要講是什麼 我都寫這麼明白的 你們還敢去動這個 真的是不要命 活該 我跟你講 講人家壞話的 我就不講了 當然已經被逮的就是陳重吳 其實我跟他也算交情不錯 我常常說 今天如果讓台北市長 他不會遇到這種事 因為我一定會把他擋住 我根本不會預算5.5億送到議會 再給他3成2千萬變5.3億 4.6億可以解決的事情 你為什麼搞成5.5億